在埔里玩一天要花多少钱 比起钱我更在乎的是体重 所以我没有计算 那天我老婆消行丁 说要去埔里吃美食 所以我们就开车出发 我们可以开始计算 这回又要胖多少公斤 第一站我们来到埔里咸油条 油条在油锅里滋滋作响 相当罪恶 我们点了原味咸油条 油条口感松软咸香 很适合当早餐 致饿感十足 好吃推推 下一站我们来吃 卓仔控肉奔 诗问蒋司机跟在地人推荐的店家哦 他的控肉肥瘦适中 卤的相当入味 吃一口肉再扒一口饭 超级爽的啦 看我悬峰刺溪入 真是咬鼠好吃 赞哦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地理中心杯 做个简单的运动消化消化 算了还是去吃东西好了 会比较快乐一点 下一站我们来到蒋丰汤包 好吃的汤包就是要皮薄陷多 滋味好 一口下去大胆满足 你看都爆滋了 而且里面好冷气哦 超赞的 诶没在跟你虎晓 这叫真的好吃诶 下一站我们来到那位小姐饮料店 是的你没听错我没讲错 就是那位小姐 我们点了一杯很特别的那位百香 据说是水果之王做的哦 超好喝的 而且这里超适合拍照的啦 下一站我们来吃小埔里甜点店 隐藏在巷弄内的甜点店 店内没有内用空间 所以只能外带 我们点了巧克力蛋糕跟绿葡萄派 巧克力蛋糕相当浓厚扎实 而绿葡萄呢 甜而不腻 搭配派皮吃相当顺口 下次来埔里我还要再买 下一站我们来到阿甲肉丸 肉丸的外皮Q软 内馅丰富料用十足 而且笋子非常的脆 搭配它的灵魂酱汁非常好吃 别忘了记得要加大骨汤哦 好吃又好喝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横滨拉面 是认识的在地人推荐我的 蛤 来埔里吃拉面 诶其实还不错吃诶 还好学长没有推荐我 肯德基或麦当劳之类的 呵呵 满足的一天 记得点点赞关注哦 好吃的东西这么多 到底怎么减肥啦